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赢球的大功臣 字母哥在篮下早早制造爱顿四个犯规 是最大的功臣 字母哥全场比赛还23中14 罚球9中8拿下41分 13篮板6助攻一抢断 命中率60.9% 字母哥一战已见了多位名秀 他连续两场比赛拿下40加10的数据 足以说明太阳的内线真的防不住他 不过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关键功臣霍勒迪 在这场G3之前无数的球迷 媒体都在讽刺霍勒迪 说他继后赛 命中率跟布莱索 布莱索是41.1% 三分命中率25.4% 罚球命中率73.2% 霍勒迪是41.1% 三分命中率28.9% 罚球命中率67.3% 这两人都很拉胯 但这场比赛后 霍勒迪完成了就赎 第三节的霍勒迪让字母哥都叹为观止 第三节还剩6分38秒 卡梅伦至约翰逊 格扣塔克完成2加1后追到只差7分 霍勒迪在6分29秒 命中一个三分球 在5分20秒 第二个三分 4分23秒 第三个三分球 太阳的反扑被他三个三分球扼杀 美眉Rinder表示第三节的霍勒迪 像是斯蒂芬库里 霍勒迪第三节六中四 三分五中四拿下 12分一篮板一助攻 全场比赛40分钟 14中八 三分十中五拿下 21分9助攻五篮板 一抢断一盖帽 命中率57.1% 三分命中率50% 关键之战 他的得分效率很高 这场比赛的霍勒迪表现 是不逊色胜保罗的 保罗是全场比赛 34分钟 14中八 三分四中一拿下 19分9助攻一抢断 命中率57.1% 三分命中率25% 这也是霍勒迪总决赛 第一次压制保罗 他终于对得起自己 四年1.6亿的顶薪合同了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 谢谢这边不能键 我们说明明中指标的顶宝 那我们说明中指标的顶部